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帶你來見識一下一個冷溫泉 冷溫泉? 溫泉溫泉為何又冷又溫? 先看關子 換衣服浸入池便知道 溫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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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 天然的湧泉 泉水的水溫 如果在20度以上就叫做温泉 20度以下就叫做冷泉 这里的泉水来自地下的沉积岩 上一世纪 日本人躺至台湾的时候 就开作了这里天然的湧泉 运用了地底的压力 使得泉水很自然地流出来 不过日本官兵他们习惯 是浸热的温泉水 就将冷泉水加热给他们浸 但是这些水又不热 跟普通的开水有什么分别 不同 这些是来自沉积岩泉水 是属于无色无微低温中性的碳酸泉 水质透明模式含有弱碱性的碳酸亚铁 铁、氯化物、碳酸铝和直酸盐等物质 pH值是7 平均水温在20度 所以浸过后可以令皮肤更加滑溜 那么好 不过我还是比较喜欢震热的温泉 这里冷泉的汇馆想得很周到 就是知道有些客人喜欢热的泉水 所以这间套房一边的池水是加热的 有些温泉水的热度 这次都不知道 为什么要全部消失? 由于我们家有病患吧 我们已经干得到的 就是把潞的状态 我们将期判断�浮入了 这次几个小独的好处 在一方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